李远景接获通报 民众发生冲突 大批警力迅速赶到现场 才发现竟然是一对情侣当街大吵 眼看两人持续互相呛吓 火气还是很大 就怕再度发生冲突 远景赶紧将两人拉开 出不了解 原来是秋夕女子不满男友 帮别的女生夹菜新生不满 跑到新北市新庄西盛街一处饮酒 后来男友到场要接她回家 没想到女方不愿意回去 双方因此发生口角争执 也因为在深夜时段大声咆哮 妨害安宁让邻居受不了报警处理 后续警方到场调解 并将情侣党以设为法 依法送办才结束这场闹剧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